是8月28日,星期四 亦是8月份期止结算日 很明显市的反复幅度是比较深 不过直到这一分钟 8月份市仍仍仍先低后高 低位是8日24,191点 高位是25日25,243点 其实经过1,010点的上升之后 明显看到在25,000点左洋水平 大市成交是不足够的 动力不足,升势一定受亏限 说了很多次 10天的移动线已经失手 今日的下跌也进一步跌穿20天的平均移动线 即是整个技术调整已经很明显 经过3,563点的上升 恒生指数是由5月7日的低位21,680 升到8月25日的高位 25,243点 走过14个星期左右 升了3,563点 以一个中期的升浪 或者运行的时间 或者上升的波幅 已经不少了 剩下来的 大市怎样都要整固和消化 有了两个形态 一个形态 在二三八点的幅度里面 进行一个反反复复 属于高台整固 第二个当然是技术上向下调整 很明显现在似乎都出现了技术上向下调整 10天、20天失守 意味着比较具防守性的支持 将会退守到 若是50天市 大约是24,040点左右的水平 直到现在来说 整个市况都属于一个正常的升后调整 值得一提的是 8月份 只管有个交易天 即是明天 到底升少许或跌少许 其实意义不重大 希望就不会破坏到 今个月的上升形态 但是最关键 都是9月初旬市会如何走法 7月份是先低后高 整个月的波幅高低有1786点的上升 8月份仍然还是先低后高 整个月有1010点 9月份就比较难测 实际上来说 放在目前有几个不明朗因素 第一个就是 当然大市是处于一个技术上的调整之中 10天而10天才失手 第二就是 H股是比A股 到底在湖港通推行的时间 之前会否将这个情况 略作地收定 不出奇 如果是这样的话 A股就跌少少 H股就越跌多些 这是无法避免的 但这是技术上的问题 一旦收定到差不多 这个影响性就不大 第三就是 香港的政治气氛 都还是不明朗 例如佔中 到底佔还是不佔呢 佔了之后 破坏性有多大呢 影响性有多大呢 大家都不知道 既然不知道 想买的那些 就先等一等 好 反过来 持货的那些 心态不同 低价持货的那些 还有钱赚 不如先赚下桌子 不赚光 都赚了一部分 好 至于高价买的那些 已经不对版了 先付一付 也是先付少少少 减减磅 这些是很正常的市场心态 即是 持货的那些 吞后半步 持股份那些 限前半步 想沽 凌凌碎碎的沽压 但已经盖过了一些买盘 事实上 这两天 要接货的人 都是扯战扯退的 因为始终有些不明朗因素 明明要买的 你都不会太急了 好像广交所那样 说了很多次 136元的升浪 升到185元 升了整整49元 就算你胡广东是好 将来甚至胡深广东 都是好的 但是你升了49元 你怎样都要消化 遇到市场又会比较反复 低价持有些 不好 都是先赚了它 高台买了那些 买得少的那些 当然没关系 买得多的那些 不对版 先避一避 日后下来再买 这些占不了 下一层占 即是 包括腾讯 广交所的领行股 现在处于一个调整之中 剩下来 就是941 今天仍然很横强 但问题是 整个市场 如果出现一个技术上回吐 你单天就很难保自尊 到最后 你都会受大事所累 有少少反复 总的来说 买货真的不用太急 但是如果你拿货少 需不需要害怕 我觉得害怕 就不需要害怕 不过 短期的反复 暂时来说 就要忍受下去 对后市始终看好不变 现在这一分钟 既然要调整 便由得调整 不知道我看错 还是看对 如果市场调整深一点 反而有利中线重新的部署 因为 湖广东 或者未来的 有可能的深广东 对后市来说 始终还是提震 是有利于 恒指逐步向上推升 找更加高的指数位 任何一日 指数 如果要咬腰上班 能够突破25243 目标将会直指2008年5月7日的高位 26378点 即是说 今年更加高的指数 应该仍在后面 当之这是中期 不是明日后日的事